今天有个故事读给大家听 每个人都有生活中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生活中的故事 一个24岁的男孩从火车的窗口向外看 喊道,爸爸,你看,树都到后面去了 爸爸笑了笑 坐在附近的一对年轻夫妇怜悯地看着 这个24岁青年的幼稚行为 突然他又喊道 爸爸,看,云彩和我们一起跑 那对夫妇忍不住了 对老人说 你为什么不带儿子去看一个好医生 老人笑着说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 我儿子一出生就瞎了 他今天才打开视力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在你真正了解他们之前 不要判断他们 每个人都有生活中的故事 一个24岁的男孩 从火车的窗口向外看 喊道 爸爸,你看,树都到后面去了 爸爸,爸爸笑了笑 坐在附近的一对年轻夫妇 对这个24岁青年的幼稚行为 突然他又喊道 爸爸,看,云彩和我们一起跑 那对夫妇忍不住了 对老人说 你为什么不带儿子去看一个好衣裳 老人笑着说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 我儿子一出生就瞎了 他今天才打开视力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在你真正了解他们之前 不要判断他们 真相可能会让你吃惊 每个人都有生活中的故事 一个24岁的男孩 从火车的窗口向外看 喊道 爸爸,你看,树都到后面去了 爸爸笑了笑 坐在附近的一对年轻夫妇 怜悦地看着这个24岁青年的幼稚行为 突然他又喊道 爸爸,看,云彩和我们一起跑 那对夫妇忍不住了 对老人说 你为什么不带儿子去看一个好医生 老人笑着说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 我儿子一出生就瞎了 他今天才打开视力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在你真正了解他们之前 不要判断他们 真相可能会让你吃惊 感谢观看